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条竖直的纵纹 看上去如一根针玄于命宫的正中间 长有这条纹路的人大多性格方面都比较的极端和固执 只要决定的事情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去完成 有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倔强和执着 想法也非常的偏执 处事霸道 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特别的容易得罪人 人缘非常的差 就连配偶和子女都无法忍受 内心孤苦无一 缺少外力的帮助 一生奔波劳苦 却难有什么作为 二 伤害纹 所谓的伤害纹位于眉头的左侧 是一条单独出现的纹路 长有此纹的人大多心思非常的重 整天脑子里装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容易被各种事情所干扰 导致情绪经常陷入到焦虑之中 这种人对于情绪的控制力非常差 一旦发起脾气来就会不管不顾 非常的冲动 容易做出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和行为 一生劳累而操心 性格沉闷不开心 日子过得非常凄苦 三 八字纹 所谓的八字纹指的是 印堂部位长有两条 如八字形状的纹路 长有此纹的人大多野心和欲望比较的强烈 但是个人能力不足 经常会给自己树下一些很难实现的愿望 而且内心比较的纠结和矛盾 心胸也非常的狭窄 经常为了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计较个不停 搞得自己非常的忧虑和焦虑 男人有此纹 一生比较的窝囊 劳累而奔波 但是却难有什么成就 女人有此纹 嫉妒心和好胜心非常强 见不得别人好 内心非常的不安心 一生操劳而辛苦 四 穿字纹 如果印堂处长有三条竖直的纹路 看上去就像一个穿字一般的话 称为穿字纹 张有此纹的人大多头脑非常的固执 做事不知道变通 想法容易不切合实际 做起事来也是眼高手低 能力不足却总想干一些大事情 而且遇到困难就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去开脱 内心力气较重 情绪也是反复无常 喜欢推卸责任 人缘非常的差 与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比较的僵 遇到困难时也没人出手相帮 一生奔波劳碌 二 五种傻人有傻福面相 年轻时存不住钱 晚年多才多福 一 印堂宽阔 印堂的宽窄主要看两枚之间的距离 如果两枚之间的距离超过两指宽的话 这种印堂属于比较宽的类型 印堂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和气度 印堂宽阔的人大多心胸开阔 包容心强 凡事都不喜欢与人计较 有着很强的包容之心 即使别人做了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很多时候也会选择原谅对方 不会把一些小事放在心上 而且特别的乐于帮助人 所以一生中的贵人也比较多 年轻时吃亏较多 但晚年时福气厚重 2.鼻翼厚大而鼻孔微漏 鼻子在相学中为人的财库 鼻翼宽窄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库大小 鼻孔是否外漏代表着一个人的守财能力强弱 如果一个人的鼻翼厚大且鼻孔微微外漏的话 这种人一般为人特别的爽朗大方 不喜欢斤斤计较 与他人交往时不喜欢算计 而且特别的喜欢主动买单 花钱从来不会吝啬 所以年轻时看上去总是在吃亏 也存不住钱 但是朋友比较多 以后遇到困难时 总有朋友出手相助 晚年也是一个多福之人 3.两边嘴角朝上 嘴巴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人际关系 如果一个人的嘴角朝上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的纯真和善良 特别的爱笑 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真诚 而且性格乐观 遇到困难也不会气馁 给人一种没有心眼的舒服感 也特别的爱帮助人 所以他们的善良也经常被小人所利用 但是从来不会抱怨 仍然坚守本心 乐观地做自己 所以时常也会有很多的好运气和好事情 降临在他们身上 属于典型的人傻福多的类型 4.眉毛长而眉尾巨 眉毛在相绝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 自我控制力和人际关系 如果一个人的眉长过眼且眉尾巨拢的话 这种人一般很有恒心 做事有始有终 不会中途放弃和退缩 要么就不做就做就拼尽全力 而且在交际方面 待人真诚而善良 宁可自己吃点亏 也不会去占别人的便宜 更不会与他人斤斤计较 所以非常地受周围人的欢迎和喜欢 容易得到周围人的信赖和尊重 一生富贵容易长寿 5.手指间有缝 如果手指并拢 手指间有着明显的缝隙的话 这种人的守财能力不是特别强 花起钱财也是大手大脚 不懂得节制 不过在他人看来 确实是那种特别大方爽快之人 值得结交 而且这种人很重义气 喜欢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 富有爱心和同情心 不喜欢与别人计较 虽然漏财较为严重 存钱比较困难 但是也容易赢得人心 平时在做事方面不太计较个人的得失 最终总会得到回报 3.六种非富即贵的人面相 情商高能力强 早晚变成有钱人 额头高耸宽广 浑圆平滑 额头在相学中不仅代表着一个人的先天智慧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投资理财能力 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长得高耸而圆润平滑的话 这种人一般天生属于智慧较高的类型 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 而且很有主见和判断力 考虑问题很有自己的见解 眼光也比较的长远 善于发现投资机遇 把握投资方向 有着很强的个人实力 而且也容易得到贵人的赏识和提拔 事业和财运发展顺利 容易获得成功 二 双眼有神 见举稍宽 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慧和魄力 如果一个人的双眼有神 且双眼之间的见举较宽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的乐观开朗 做事积极主动 而且思考力极强 头脑清晰和理智 做事很有规划 有着很高的事业和格局 待人处事方面又比较的温和大方 情商特别高 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所以事业和生活常有人帮忙 运势非常好 经常有意外之才进账 三 田宅宽广风龙 色彩明润 田宅宫即是 眉毛和眼睛之间的位置 在相学中代表着 一个人的田产 房产 家业和家庭关系 如果一个人的田宅公部位 长得宽广风龙 且色泽明润的话 这种人一般心胸开阔 做事很有大将风度 但是做事却非常的实在和认真 态度踏实而努力 花钱也比较的理智 特别的善于积蓄钱财 所以往往能够积攒下 丰厚的家业和财富 即使不能富甲一方 一辈子也不缺钱花 四 鼻子挺直有肉 鼻头风龙 鼻子在相学中为财伯公 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和事业运 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顺直挺拔 且鼻头风龙有肉的话 这种人一般心地特别的善良 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非常的善解人意 内心正只有原则待人特别真诚 能够处理好自身与朋友 同事和上级的关系 事业发展顺利 财运比较突出 善于积累财富 一生富贵无忧 五 嘴巴方正 大小适中 嘴巴在相学中也称出纳工 代表着一个人的实路能力 享受欲和花钱能力 如果一个人的嘴巴方正 且大小适中的话 这种人一般经历非常的充沛 做事特别的有激情 行动力非常强 而且处事果断 不喜欢拖泥带水 有着很强的决断力 而且处事公正 没有私心 善于协调周围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容易得到 身边人的幸福和拥护 有着很强的领导力 一生事业顺畅 非富即贵 六 下巴宽厚 圆而有肉 下巴也称地格 代表着一个人的聚才力 担当力和晚年福气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做事态度 如果一个人的下巴 宽厚饱满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的温和 给人一种特别忠厚老实的形象 而且心胸宽广 包容心强 待人温文有礼 做事踏实而认真 喜欢用自己的行动来说话 而且做事稳重大方 凡事都是稳扎稳打 事业和生活稳步提升 也能得到周围人的信赖 一生比较平稳 能够积攒下丰厚可观的财富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